这位唐凤设计疫苗预约系统平台 今天对外公布整个具体的方案 我们也为您整理了 这第一批 其实最主要是以第九类 18到64岁的高风险 或是重大伤病患者 还有就是第十类 50到64岁的对象为主 要怎么做呢 最主要是说 您在这个施打意愿的登记上面 先登记好你的意愿之后 然后预约接种的时间 接下来就去打疫苗 那指挥中心说了 上路之后 每个一星期打一种疫苗厂牌 会轮流来提供 符合资格的民众 就可以在预约的时候来做选择了 那在今明这两天 也会在金门 马祖 澎湖 先行失败 别挤了 别挤了 不要再跑到跌倒 不要再熬夜通宵 政委唐凤设计疫苗预约系统平台 即将上路 四大步骤包括登记打疫苗意愿 1922简讯通知 符合预约资格的民众后 民众在预约时间地点 医约去打疫苗 那谁能登记自己的医院呢 第九类十八到六十四岁 患有高风险疾病 罕见疾病和重大伤病的人 还有第十类五十到六十四岁的人 第九类高风险的慢性病的病人是有纳进去 那包括肥胖症 糖尿病高血压都有纳进去 那还有一些心脏血管的疾病 那不过这个要主要是要 在过去一年 他有到这个医院 那主诊断是有这样的一个病史 符合资格你就登入网站 依指示输入身份证 健保卡号等个资 更重要的是 登记你希望打哪个牌子的疫苗 每一周呢 同一个品牌的疫苗 来做注射的规划 就是说这一周是打AZ 下一周是打Moderna 如果您条件都符合 而且你想打的牌子疫苗数量也够 就会收到简讯 你就能上网到1922网站 或用健保快一通 也可以拿你的健保卡 到超商 药局 卫生所 插卡预约 选择你方便的时间地点 就能一约去打疫苗 只要您是在九类十类的定义里面 那你就可以来登记 我们目前名单只排除打完两剂的 所以你的第二剂的意愿 也可以来这边表达 那假设你第一剂是接种某个疫苗 你在这边表达意愿说 你两个都可以接受 或者甚至你只接受混打 那这个就要看我们指挥中心 要不要开放来尊重你的意愿了 这个疫苗预约平台六号七号金马鹏先事办 全国要推行最快七月十三号才有机会 目前确诊的人渐渐变少 打疫苗的人越来越多 三级警戒的封锁线能松绑到哪里呢 目前指挥中心还在讨论中 餐饮电影院等场所 外界有建议 有核酸检验证明阴性的人就可以进入 指挥中心认为要大家都拿得出手很难 要欢迎光临 机会恐怕是零 华尔新闻华美会方请年台报道